好,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疑惑跟取反操作 那么疑惑操作呢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它的那个基本的一个逻辑规律 所谓的疑惑就是相同的我们为真 相同的为假 然后呢,只要是不同位的就为真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我1跟这个1进行疑惑 比如位,就是位的话 那么因为是相同,相同那就是为0 然后0,1或上0一样的 那么两个相不相同,相同相同就为0 就这意思 所谓相亦,相亦就可以为真 就这个意思 只要1或上0,或0或1或上1 是吧,因为它俩不相同 不相同的话怎么办 就为1 1或呢,应该说它在我们的硬件上表现的形式呢 并不是很多 它主要的用处在于什么呢 在于算法 就在我们设计的某些数学算法 就是那些数学家在设计一些数学算法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用到这个疑惑进行加密解密 或者是一些函数的设计的时候可能用得到 所以这个地方呢 对于工程上来说呢 我们直接使用疑惑处理逻辑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那么大部分都是利用疑惑的一种什么算法性 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什么加密算法 什么AES啊 像我们的WiFi信号的加密 然后我们的哈锡表 比如说闪列算法等等 这里头都还有一些疑惑的一些数学思想在这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一般来说 作为工程师来说 可能你直接拿来用就可以 所以这疑惑主要在这 那么疑惑唯一的一个小技巧呢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这个 就是说交换两个数 我们怎么交换呢 很多同学说这个交换两个数 我们一般来说都会引入第三个数 你看我举个例子 比如这个函数中 我们想把什么 这我就不写例子了 我们来看int 大家下来可以写 intA等于20 intB等于30 假设说呢 现在我们想通过某种方法 然后呢 让我们后面这个地方 A要等于30了 然后呢 B呢 让它等于什么 20 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 方法是什么 那很多同学第一个反应 就是说或者是在学校中学的 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那好吧 我们怎么的 再引入一个变量C好了 然后我们让什么 让C是不是先临时的去把A存起来 那这个时候A是不是就两份拷贝了 好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有办法了 我们干什么 我们让A 怎么的 先让B付给A了 因为你无所谓 反正有拷贝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把什么 再把刚才拷贝的A的C 是不是再付给B 这样是不是就完成了 对不对 所以交换两个数呢 你说引入第三个变量就可以 或者引入一种思想 叫什么 叫备份 或者是成为一个缓存思想 其实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操作了 但是我们呢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抑或操作 抑或操作呢 这个呢 大家可以下来自己再分析一下 其实这个不难 怎么做呢 是这样做 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A 抑或B 你先不管三加二之一 你先把这个语法 先复制 复制三份 复制两份 形成三个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A B A 然后干啥 等 等 等 好 那么利用这样的一个小技巧 我们就可以完成 A B的之间的一个什么 一个数据的一个什么 一个交换 一个交换 这种方法呢 是我们在两个数据交换中 不引入第三个数的一种 应该说最常见的一种算法 就是这个算法 大家下来可以再去 根据我们所讲的 这个抑或的一个基本逻辑 你可以再推一下 再推一下 那这个呢 我们在以后答应过程中呢 你如果是还是不理解 我们到时候再说都可以 好 然后最后我们再看这个取反操作 记住这个取反操作和抑或操作 都是逐位 就是A的每一个位都要进行这个操作 所以说你假设我们现在写一个0X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70好吧 70这个数 不不 F0吧 好吧 F0 那么我们一旦取反过后 那么就会得到一个什么结果 因为全腰 这个地方也要小心 这个0全部取反 每一个位 每一位全部取反 那自然而然是不是腰 全腰就是四个腰 刚好F 然后这F是不是就0 因为它全吧 全部取反对不对 0 很多朋友会这样回答 这样回答也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们前面虽然是0 对不对 前面也是0 你取反过后前面0取反不 是不是也要取反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回答 要这样回答 就是说四个F 然后这个两个F 然后一个什么0F 这样的回答可能要好一点 当然这个同样的也是有一个疑问 是不是32位 这个是不是32位的一个常量 对不对 如果你取反 逐位取反 自然而然得到一个三 也是32位的常量 那32位就是这个样子 但不同的系统 如果你的编辑器对于常量的定义 就整形常量的定义不一样 那么这个结果自然而然就不同 所以这个是取反的问题 取反唯一可能大家容易混淆 就是这个碳号 就一定要把这个 这是逐位 每一个位你要取反 这个只是逻辑 就真和假 没别的了 就真和假 没有别的了 好 这就是我们关于未云算的一些常规使用 大家一定对于这些操作 一定要多去总结 在以后 我们可能还会有更深入的一些复制方法 那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只是告诉大家一个 某一个位清零 或某一个位置位 那么我现在如果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 那我要某几位置为一个数 我该怎么办 这个我们做一个思考题 在以后我们的课程中会有讲解 现在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比如说我只想什么呢 我们再来说一个例子 就说 我们想把一个资源 想把一个资源 怎么呢 比如说456 这几个比特 设置为什么呢 设置为101 好吧 这样就高低高 就这样一个状态 那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处理 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处理 就只有456 其他位还是不变 其他位不变 我们可以怎么处理 好 这个作为一个思考题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好吧 嘿 嘿 好